最酸的留言應該就頂多是 壓 他超有禮貌餒 各位觀眾朋友大家好我是阿宇 歡迎來到這場舞企 那我們今天的來賓是尼亞斯 哈囉大家好我是尼亞斯 我是遊戲youtuber 沒錯 那其實跟尼亞斯已經認識 我們認識多久了 好像從極限生存接力賽開始 那應該是2016還是2017左右 那其實兩年多了 差不多 喔 哇 極限生存 想到就覺得很懷念 那今天的話就是找尼亞斯 然後這個星期就會講純聊天 然後就是我可能問你的時候 你就是邊回答 然後你就邊下一些漏 好 一開始的話就先來問一些基本 當初是怎麼進入youtube這一行的 那為什麼叫尼亞斯 這個比較要分批次講 因為我在開遊戲頻道之前 我有開一個音樂頻道 然後都是放自己的創作 或者是翻唱 對 因為我在學吉他 好 那你先分批次好了 好 就是我之前的音樂頻道呢 大概是2009年 國三畢業左右的時候開的 那時候就是放你自己純創作的 還有翻唱別人歌的影片 好的 那怎麼會想要放在音樂圖上 因為其實我之前就很想要做創作型的歌手 就有這個夢 然後就有參加一些歌唱學秀節目之類的 然後就 有進去參加過 有進去參加過 然後有一個是有過海選 然後有上過一次電視 但 你還記得是什麼啊 金牌麥克風 我要當歌手 拍式的 節目 對 有用或影響 後來就是有一些特殊的規定 可能指定唱哪一首歌 之類的 對對對 所以就沒有簽約 對 不然原本就是可以上台北去 固定的錄影 固定錄影 對 太酷了吧 也因為這樣 所以我才把音樂頻道關掉 後來我開始做Minecraft的地圖 剛好認識一個拍Minecraft的實況主 是原本就有興趣 對 就是看到他在拍 我就覺得好有趣 就想說試試看 了解 誰知道他就直接貼了一個 巴哈姆特OBS的那個網站 叫我自己開 然後我們就開始自己學 然後就開始拍 我知道 所以一開始是 是先開台 沒有沒有 一開始是 就直接拍影片 直接拍 拍Minecraft 對 20分鐘的Minecraft這樣 喔很屌欸 對 很特別 就誤打誤撞 誤打誤 你是原本 就是以想要當錯誤歌手 對對對 然後後來 直接變遊戲實況 對 這就代表說就是 最後我們的興趣 跟我最終做的東西 其實也會不一樣 喔對 沒錯 其實會有差 以前學的東西 跟未來的工作也可能不太一樣 太酷了吧 對啊 那為什麼想要以 尼亞斯當作那個 YouTube名稱 喔 因為其實 那時候我很喜歡一個 漫畫動漫 叫死亡筆記本 它裡面有一個 角色不是叫 L嗎 啊對 它有一個圖題叫N 可是它的那個中文翻譯 叫尼亞 中文翻譯不一樣 對對對 我喜歡拿那個角色 所以我就想說叫尼亞 可是這樣子名字跟它一模一樣 一模一樣 我就隨便再想一個字 然後後來想到絲 然後就尼亞絲 然後還蠻順的 就這樣順過去了 對對對 算是比較特別的尋方式 因為很多人是綽號之類的 我沒什麼綽號 所以就隨便想 想一個 對啊 還蠻酷的 那其實一開始做Minecraft 我有看 就一開始流量其實都還不錯 那後來怎麼會想要慢慢的 把Minecraft的數量降下來 其實應該說是 後來Minecraft 我的觀看掉了 啊 然後我一直在嘗試想轉型 像 你怕定型對不對 沒有 應該說是我Minecraft玩膩 因為從開始做 其實會 真的會 對 開始做遊戲YouTube之前 我就在玩Minecraft 然後玩了好幾年 我就覺得 好膩喔 好想玩別的遊戲 也有個人看 所以我就開始拍 什麼全境封鎖啊 什麼惡靈施令啊 惡靈施令之類的 然後什麼惡靈古堡 結果 觀看都超級病 就是 要打中觀眾喜歡的那個 感覺很難 對 很難 所以後來 會突然就是完全斷Minecraft 是因為有認識到一個YouTuber 叫 我不喝拿鐵 那那時候就是認識他之後 他是固定在拍手遊 然後他有一天就在我 廁所上大號的時候 對我記得非常清楚 他就打電話給我說 欸雅思 我遇到有一款手機遊戲很好玩欸 我跟你講一定要玩 那我本身其實 以前是很排斥手遊 就是也會有一個既定印象 對對對 手遊就是 啊幹都出的不好 我沒有很想玩這樣 對對不好玩這樣 然後他一直強迫我 後來我就去 嘗試玩玩看 喔就覺得很不錯 哪一款 然後就free file 然後我下去 就他推掉 對對對 然後我就開始拍 就很迷 結果迷到後面 他突然爆紅 然後我的觀看就跟著爆 喔 對對對 因為我原本 好像訂閱是三四萬 我因為那款遊戲好像在 那一年內 就直接十萬訂閱 喔那蠻快的欸 就是以 我覺得遊戲來講算很快 他真的是拼上去的 我不喝拿鐵也挺ㄎㄧㄤ的 他是我的貴人 你有跟他講這個故事嗎 其實是因為你 我才忽然爆紅起來這樣 有啊有啊他知道啊 然後他說什麼 他好像也沒說什麼 我只是希望他可以 近期再找一個時間 在我上大號的時候 再打電話 我可能就一百萬了 有沒有 他忽然靈感爆發 他打給你 哇我真的覺得有差 可以喔 我覺得 這是一個機遇 那你覺得 你頻道的定位是什麼 定位喔 你是指說類別遊戲生活 對對對 有些人可能是攻略遊戲 有些人可能是 純粹娛樂之類的這樣 我覺得我應該是 有點像日記吧 日記 記錄自己玩遊戲的感覺 因為我也 不會很常拍攻略或教訓 都是放自己就是 單純玩 單純玩 然後剪成 對剪成精華或影片 對就這樣而已 那你喜歡這個定位嗎 還是你有想要特別營造 什麼樣的定位 其實我原本是想說 因為我的頻道叫尼亞斯 對 並沒有寫說什麼遊戲頻道 或生活頻道 所以我原本是想說 把音樂 生活 遊戲 全部都塞在那個頻道 可是最後我發現 不行 寬態太低了 真的不行 然後另外 真的要分出來 會比較好 對啊 所以我就覺得 好吧 那就算了 你有考慮以後 可以拍其他頻道 或者是 復活音樂頻道嗎 可是我是覺得 下一個人要弄兩三個頻道 真的太累了 太累了對不對 所以我是有音樂頻道 但更新非常慢 所以主要是因為 可能人手不足 對 然後你沒辦法應付得來 對沒辦法分身發信 那確實 那確實 對啊 所以假如OK的話 你會想要再開多一點頻道 假如OK的話 我應該生活跟音樂 都想要經營 都想要經營 哪個系列 其實我最喜歡的 應該是 Minecraft的 有一張地圖 叫牧場物 那個系列是我第一次 就是剪輯比較用心的 一個系列 加一大堆的音效 然後有一些字幕 所以你對這個系列很認真 所以你特別喜歡它 那它這個系列 觀看好嗎 在那個時候 觀看算是不錯 還不錯 對啊 還好 還好 還好沒有讓你失望 對對 沒有讓我失望 那 你有最想要 跟哪個創作者合作嗎 其實沒有 但是有最喜歡的創作者 喔真的嗎 你最喜歡哪個創作者 我最喜歡阿神 所以是以前就有在看他 還沒有拍片之前就有在看他 喔 對 竟然 哇 但是其實 我最喜歡的是他的Vlog 我也是遊戲 可是他什麼時候有拍 他有拍過抓Pokemon GO的 去韓國的那一次 Vlog 你說那個很久 跟魚乾 然後他還有 更久以前有去過日本 然後那一次他 那個剪輯比較少 然後他有去 Youtube的那個Vcon的 那個Vlog 跟他先 我好像有印象 就是他在主頻道有時候會穿插的一些 對對對 我喜歡看他主頻道的Vlog 可是他抽手更新的 可能因為有可能看起來 最近 影片都沒有 他最近都是Minecraft 所以遊戲可能還比較不看他 遊戲我可能偶爾會看 但是他Vlog一出我一定看 這個很特別 喜歡這類型的系列 因為我覺得他Vlog真的剪得很舒服 但是看起來很舒服 我懂我懂 有些人的節奏 抓的可能不好 就看起來可能不會那麼的舒適 嗯 那有些人節奏 欸不錯 音樂下的好 那其實就蠻舒服的 對 那所以 你會想跟他合作嗎 不太敢想 不好意思 如果真的合作到 我覺得我應該沒有辦法正常的 跟他聊天 對 那你有最想要合作的廠商嗎 嗯 因為其實我之前有接過手機的業配 但是 那個手機的觸控 我就覺得不是很舒適 然後其實我手機最喜歡Sony 所以其實我是很想要 有機會有Sony 或者是海尼根 竟然 對 因為其實我之前蠻喜歡喝啤酒 最喜歡喝的就是海尼根 海尼根系列 對對對 所以想要跟海尼根或Sony Sony這樣 哇兩個很跳脫 請讓我邊喝著海尼根邊開直播吧 謝謝 欸很吵欸很吵 真的是前陣子 就是我有看到 就是通常的話 你會遇到什麼類型雙面 因為我之前有看到就是 PTT上面有人說 Spoor新類型的YouTuber 為什麼會被這樣講 那一篇我應該是2018年 對對蠻久的 因為其實 那時候呢 因為我剛剛說嘛 就是我聽拿鐵的建議 去玩一款手遊 然後我的訂閱成長得太快 觀眾心真的太多 喔會喔 這樣的話通常遇到雙面會比較多 對對對 那我那時候其實在 還沒有拍那款手遊之前 我的直播的觀看人數 大概是20人 嗯 所以等於說 觀眾的 講話就是 都很正常 因為都是忠實觀眾 對對對 對 所以就沒有什麼問題 可是突然間 可能就跳到200 然後500 直播的聊天室 就非常的混亂 然後我那時候就 頭很痛 我就不知道 到底要怎麼去 嗯 駕馭他們 其實以前在拍麥塊的時候 就有聽說一些 呃什麼youtuber的 觀眾什麼素質不好 然後我心裡就想說 我一定要讓我的觀眾 素質是 好的 所以我就很努力的 一直去跟觀眾解釋 溝通 然後最後內傷 然後就變得有點自暴自棄 因為不習慣 太快了 應該說剛開始我不會回嘴 我都是很用心 一直去跟他們溝通 我剛剛看好他們 對 換來的都是被攻擊 最後就心太炸裂了 其實跟我合作的youtuber 基本上在我頻道 不太會被攻擊 目前 就是如果有合作的youtuber 最酸的留言 應該就頂多是 假設我不太喜歡這個youtuber 我這集就可能不看了 不好意思 他超有禮貌的 對 就是之前有人 自己下跟我講說 我的觀眾素質高到 他覺得不可思議 這就是我 花了很多心力 這麼久 叫化他們 對 那沒有叫化的 當然就 就離開了 對 我覺得很棒 我覺得很棒 有些人還是不可能 對 有些人還是沒有緣分 那就算了 對 那就算了 所以我現在就是 可能有人攻擊我 我就直接 用他的方式 留言回去這樣 好好好 最常遇到什麼類型的 最近的話 頂多就是 可能人家會說 你又在學哪一個youtuber講話 比如說我說 水啦或nice 然後他就說 哪個youtuber有講 我在學他講話 不會啊 我也會學啊 我最近常常說水啦 我會去調侃他本人 最近比較常遇到這樣 其他都還好 可能是因為 我最近的流量太低了 所以 可能也沒有聲明了 不要這樣講 不要這樣講 其實我覺得 有經過這類型的時期都好 對 當作一個經驗 對 之後就會比較 遇到什麼都還OK 所以各位觀眾 如果那時候覺得 我太容易抱歉 你現在可以回來看 對 現在其實 其實尼亞斯應該不會 照我看你品氣應該蠻好的 可能才到點應該會比較低 你有特別的 點嗎 對啊 這個比較奇怪 因為之前很多觀眾會說 尼亞斯你好有錢 然後我就會很不爽 因為他看我可能 在遊戲上課金課比較多 他就會覺得我錢很多 可是其實我只是為了投資 不然其實我基本上不太喜歡課金 那你今年啊 在自己的頻道上 有什麼特別的目標嗎 新系列啊 或者是訂閱數之類的 其實訂閱數 我不敢想像 就是覺得 隨緣這樣 嗯 也不是隨緣 當然是想要有一個目標 我是希望可以至少 50萬吧 可是覺得有點難 所以不太該想像 現在這樣真的蠻難的 對 現在這個狀況 今年有什麼新的企劃之類的嗎 今年沒有想到 但目前是想要 把動物聲友會拍起來 哦 你有玩對不對 對 因為我那時候在上市 大概第三天還是第四天吧 突然看到他出現在發燒 然後我就想說 為什麼那麼多人在玩 就牧場物語而已 應該還好啊 我也沒有很喜歡玩牧場物語 可是 拿鐵又打電話來 他說 欸 老師 你趕快 這個好紅喔 趕快來玩 然後我想說 好吧 所以我就衝去 我家附近的所有電動玩具店 我找了一大圈 欸 真的 很難買 完全沒有 後來找到有一間 他只剩最後一片 如果那一間沒有找到 我可能要買旁邊那個 1萬多塊 2萬多塊的銅滾機了 我就想說我豁出去 今天買 沒有 我今天買那個啊 數位版 欸 有數位版啊 有數位版 好吧 我沒想到 大家會買其實主要是因為 想要有收藏 所以才那麼缺貨 所以我白跑好緊張 對 白跑好緊張 好啊 沒關係 你有買到實體盤也划算 本身是很愛玩而已 嗯 對 我最近每天都在幹 為了拍攻略 每天都在幹 你可能玩一玩 就想說 我今天大概開兩個小時吧 嗯 怎麼早上啊 對 對 對 好可怕啊 這個 欸 這遊戲真的很可怕 就你經營遊戲頻道到現在 你覺得遊戲頻道本身是好經營的嗎 這個要看你是說怎麼樣算好經營 是訂閱數有成長起來嗎 嗯 整體狀況 你覺得是一個正向往上的嗎 我覺得遊戲這一塊目前應該是往下掉 我覺得以前好像比較多 現在都看生活的 因為以前YouTube是先從遊戲開始 對對對 因為實況嘛 實況有想到 對啊 那現在生活美妝越來越多 所以就 大家會比較想看人家的生活 其他的 對對對 那假如現在有人想要進來拍遊戲影片 你會給他什麼建議 我覺得一開始的話 就拍你喜歡的 然後放輕鬆 你覺得拍得開心最重要 那你如果真的希望有人看的話 我覺得就是日更啦 最重要就是 然後或者是跟著 跟著流行走這樣 我覺得跟著流行走不一定有效 或者是你要提前流行 每天刷那個熱門遊戲排行榜 然後每天刷 然後看註冊的有沒有新遊戲這樣 覺得可能會紅 你就去試試看 哦 未斧先知的概念 對對對 只能這樣子 對啊 現在遊戲頻道真的比較難做 我也覺得 好 今天謝謝你老師 不會 好吃嗎你覺得 我覺得不錯啊 好 那各位觀眾 如果你們想要進影片的話 歡迎在下方的訂閱子喜歡 那記得去訂閱尼亞絲的頻道 謝謝 那按照我們兩個的粉絲 來追我們兩個的社會 那之後假如尼亞絲 有其他合作找我的話 其實都OK OK 對 可以互相 好 好 那我們就下部影片見 掰掰 掰掰